斗罗中最强大的魂兽排名 你知道他们对应的魂兽等级是多少吗? 深海魔精王对应人类99级绝世斗罗 居然也只能排名第二 第十名帝学朱皇 六万年线 在唐三复活小五后 为了补充缺失魂环 前往落日森林碰运气 结果就遇到了这个倒霉蛋 被唐三乱捏之后 成为唐三魂环 实力相当于85级魂斗罗 第九名人面朱皇 魂力大概在五到六万年左右 斗罗中有一个哽人面魔珠都被唐三杀绝种了 唐三对人面魔珠的恨减之不要太大 就是因为当初小五献祭的时候 一只不长眼的人面魔珠挡在唐三小五的面前 使得他们错失最佳逃脱机会 从此唐三对人面魔珠恨之入骨 在唐三击杀按摩邪神虎后 又碰到一只魂力达到五万年以上的人面珠皇 唐三岂会放过他 于是有小伙伴吐槽说 最后一只人面魔珠也被杀了 魂力同样相当于85级魂斗罗 第八名千军以皇三兄弟 这三只千军以皇魂力都达到了9.9万年 被唐三安排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后击杀 三兄弟表示你明明可以直接动手的 为什么还要说话 魂力相当于89级魂斗罗 第七魔魂大白杀小白 作为海神的做起 小白的年限高达15万年 刚出场就胖揍了当时的史莱克七怪一顿 相当于95级封号斗罗 第六名泰坦巨人二名 二名的实力有目共睹 年限高达18万年 封号斗罗中也只有唐浩单挑胜过他 其实这也是前面大师说的 小伙伴们都知道 后期能打败他的人还真不少 实力相当于96级封号斗罗 第五名按摩邪神虎 年限六万年 别看邪神虎只有区区六万年 但他的实力小伙伴们都清楚 华王唐三都差点吃点 如果年限在高点 星斗大森林就没有大名二名什么事情了 第四邪魔虎金王 二十万年限 魂力相当于人类97级魂师 第三天青牛马 大名的年限高达20万年 拥有一丝神龙血脉 实力强大无比 星斗大森林的帝皇 需要多名封号斗罗联手才能击败他 魂力相当于97级封号斗罗 第二身海魔精王 年限高达99万年 相当于99级爵士斗罗 神级以下无敌者 第一小伍 小伍和唐三双神共存 是修罗剑鞘 真正的神级强者 属于第一个成神的魂兽 斗莲本 对 好 大